大家好,我是零針石塵 好高興又見到大家 先賣賣廣告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E Ink世界的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一週一集的E Ink Weekly 如果你願意來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的話 歡迎透過Buy Me A Coffee 或者YouTube的SuperFan贊助我 我真誠地感謝你 好,現在由我去帶大家回顧過去一週 向E 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希望大家喜歡 第一則是E Ink新聞 原太科技繼續針對數位廣告看板市場 大力出擊 上午你公布了E Ink Spectra 6技術之後 在4月10日有發布一新技術 E Ink Colleado Free Outdoor 這一款E Ink Colleado Free Outdoor 是基於彩色印刷式電子紙技術 運用RGB色彩顯示原理 讓黑白的電子紙薄膜 能夠呈現溫潤的4096色的色彩 提供類似彩色印刷的紙質看板觀看體驗 這個技術的操作溫度範圍 在零下15度至65度之間 即使是在極端天氣條件之下 都能夠正常運作 減少額外的電力消耗 它具有超低的耗電特性 可以搭配太陽能板使用再生能源去運作 突破歐洲很多國家 因為能源危機所設置數位 漢板營運時間的限電法規 取代高耗能的數位漢板 此外它具有快速更新資訊的優點 同時也具有環保特性 採用這一項最新技術的產品 將會在未來4月19至21日 Touch Taiwan 2023那裡展出 尺寸會包括13.3吋、25.3吋和42吋 目前對於e-inkSpectra 6 和e-inkKaleido Free Outdoor的規格資料 還未十分詳細 估計在供應尺寸、色彩和刷新表現 以及功耗和成本上 兩者會有所區分 以設合不同公司的需求 期待在Touch Taiwan 2023的實際展示 讓我們能夠了解更加多 第二則是e-inkSpectra 5的跟訊報道 我們在早前報道過 大上科技會在Indiegogo眾籌平台 運營它的6.7英寸墨水平手機顯示器Link 如果你想了解這一項產品的詳情 可以回顧之前的集數 到了接近一個月後的4月10日 Link終於正式開始在Indiegogo平台眾籌 這次的眾籌是包括了Link的有線和無線兩個版本 同時提供灰色和藍色兩種顏色可以選擇 有線版本的價格是299美元 無線版本是330美元 特別一提 首200名的贊助無線版本的backer 即灰和藍色各有100個名額 將會獲得一份贈品 是一個4000毫安使用Type-C端口的電磁殼 可以和本身無線版本附有的6800毫安 專屬電磁殼替換 可以讓到用戶更加長時間地使用Link 當無線版本的Link 採用了6800毫安的電磁殼的時候 可以連續使用大約8小時 大術科技表示 這一部Link在採用Android 13版本的手機上面 它的反向觸控功能雖然能夠用 但會有所限制 暫時只有三星的手機解決了這個問題 用戶可以使用連接功能並且顯示反向觸控控制的屏幕 其餘品牌的手機就需要等待那一家的手機製造商 會不會針對修復Android 13上面的觸控屏幕問題 是自曉的 根據網站顯示 大術科技會在本年的6月 運送第一批Link 給贊助者 第三則是E-ing新聞的介紹 在剛過去的4月12日 漢王在線上舉辦了漢王品牌30周年 K2023春季新聞發布會 當中有一款名為漢王AI電子學習本的新產品 是專為5至18歲的學生而設 配備10.3英吋的電子墨水瓶 厚6.8mm 重大約是390克 這款電子紫屏板 是繼續沿用了漢王獨家的減屏層設計 去除了墨水瓶上方的導光板 讓顯示更加清晰 此外它還內置了6000毫安的大電池 4GB RAM、64GB ROM 雙收音咪、雙揚聲器 並且支持手寫加觸控兩種操作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新品配備的是全新的漢王自然數字式電池筆 筆身上附有一個自定義按鍵 可以快速切換筆查 好了,以上都是硬件上的介紹 其實它AI的地方是在哪裏 和學習是怎樣有掛勾的呢 康王表示這一款產品 是聚焦閱讀和作業兩大學習場景 在閱讀方面 它內置了海量的正版資源 包括中國教育部推薦書目 和優秀的國內外文學作品 用戶是不需要下載 或者聯網就可以免費閱讀 並且根據不同體材、不同難度的級別 智慧挑選精讀的書目 讓學生在閱讀分級讀物的同時 全面提升閱讀能力 而在閱方面 漢王AI電子學習本可以免費共用 中國八強名校的資源 內置漢王自然OCR識別技術 支援自動批改 另外它還內置多種口算的題型 通過廠關式出題 智慧判題 幫助孩子可以培育這個算數能力 此外它還內置書信功能 方便用戶可以與同學和老師進行即時的互動和共享筆記 漢王特意為家長開發了專屬的APP 可以了解到子女學習的進度 以及管有裝置入面應用市場的權限 漢王AI電子學習本定價是3299人民幣 現在正正在他們的京東旗艦店進行預手優惠 預計4月下旬發貨 第四則繼續是E-ink身份的介紹 在賣在AI時代之際 人們如何運用創意去使用新工具 將會是一門重要的功夫 軟體工程師Ika Hine 使用OpenAI的ChatGPT 大型語言模型 製造了一份客製化報紙 這份報紙顯示在自動更新 由ESP32芯片所驅動的E-ink面板上框上 這個面板是13.3英寸 解像度是1600x1200 150ppi 創造者Hi他就這樣解釋 HiPaper是一份在上框入面自動更新的報紙 只作為裝飾品 它每天會從深度睡眠入面換成一次 從而獲取並更新一張報紙的圖片 在這個E-Paper的項目裏面 Hi使用OpenAI的ChatGPT服務 總結多個可以配置新聞來源的文本 他會針對他和他太太喜歡的一些網站 通過ChatGPT API 對文章進行收剪去縮小規模 統一風格 並且生成適當簡短的標題 以進行佈局 他還會從Open Weather Map API裏面 獲取天氣預報 這個訊息會顯示在標題的右上角 這個顯示的佈局 是明顯受New York Time的頭版啟發 有了這些內容 結果看起來和讀起來就像一份報紙 包括黑色字體、圖像和格式 但是完全是客製化的 HiPaper採用了智能電源處理技術 包括了5V計電器 防止電子墨水顯示器驅動程式 導致的虛擬電源耗進 當需要繪製新的首頁的時候 才會換成ESP32芯片 讓整個前端的設備 可以長達數星期離線運行 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這個產品的 運行技術和操作細節 可以自行參與Hind的project page 好,今集einkweekly的內容就暫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我這段片的話 請記得讚好 才能夠讓到更加多人 可以有機會看到我這段片 如果你想輕輕鬆鬆了解 e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由於eink的新聞沒有那麼講究時效性 如果你未看上幾集的,有空可以補看 裏面有新奇有趣的 記得順手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如果你想學習歐啟眼筆書法 只需要成為我Buy Me A Coffee的月費會員 就可以取得權限 如果你想了解Jpro的電子閱讀器新聞和資訊 或是你或者你的親友人在英國,需要購買電子閱讀器的話 可以去我經營的網店eReaderPro那裡逛一逛 所有有關的資料,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裡列出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狼就到這裡了 下星期einkweekly見,拜拜